他是连张志磊都不敢惹的中国拳坛泰山 身高两米一三的他就像一座人形大山 身形甚至要比韩国剧员崔鸿曼和中国炸弹张志磊还要更胜一筹 别克纳五大三粗 血清通 太极 散打 抬旋道等一系列格斗术 在拳击擂台上的他更是凭借一双铁拳大杀死亡 任何对手在他的面前都显得无比的渺小 统统被他打到枯叠罕扬 他就是人送外号泰山的中国剧员拳王董建军 好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剧员拳王董建军横扫国际擂台的珍贵影像 我们看比赛已经开始 白色拳套的中国剧员董建军大战 黑色拳套的伊朗拳王身高1米94的阿卡巴尔 我们看对方的话身高也不矮啊 1米94 但是和董建军比起来这个差距还是非常的明显 海里米一上来呢试图采取闪电战 想打中国的泰山一个错误不及 但泰山真的是身高体壮啊 所以他面对对方这种局部战场的进攻 应该说还是有足够的抵御力量 海里米自己速度太快都丢失了中心 泰山刚开始抓住了机会利用对方出拳之后紧跟着一次反击 单拳就将那手撂在地上 对手摇摇晃晃 好没有错观众朋友们第一场比赛非常的痛快 那么这个伊朗拳王打算采取一个闪电战 但是没有想到在董建军的面前啊 他就是一个笑话 他就是个玩笑 我们会想到会打的简单 但是没有想到会这么简单 我们看这一拳 我感觉对方的脖子都被打断了 真的被打断了 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场比赛 董建军2米13大战1米90 这是一场非常精彩的中美大战 好与之前的比赛不同的是 这是一场自由搏击的规则 董建军啊我们在前说过了 他精通散打 自由搏击跆拳道 所以说拳队功夫呢都很厉害 好本场比赛我们看一下黑色拳套啊 白色裤衩 哦要小心 这个家伙来了个舍身踢 好他就是来自于美国的特种兵啊 米歇尔 那么在前这个米歇尔就表示说呀 说中国人无论长得多高啊 就算是三米高 也是东亚病夫 也是不扛打的软骨头并秧子 呃他表示今天要踢断董建军的双腿 呃所以说他选择了最后规则的规则 但是他没有想到啊 董建军的腿拍也很厉害 我们会散打 这是一场恶战的 好的 推开 推开的做不要给他背拼 对 拉开距离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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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山这边刚才是高兵 坐着来了 哎护手就可以 这几个地边啊 应该入海是相当有威胁 对 自己的对自己这个训练 他相对说比较自信 好的 刚才这腿打得非常有力量 要是一下 后手跟上 好的 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清楚 董建军在打拳击赛之前啊 实际上他是一个篮球运动员 打篮球的 呃和姚明呢 以前还是队友 但后来他发现有非常多的老外来中国踢馆 所以说他从这个篮球啊 转战到了拳击 而且董建军的出现 也是让这帮呃 经常认为我们中国人瘦小的老外啊 也是傻了眼 呃 拳 这个游戏和板击 再给一拳 再来一拳 呵呵 哦 这独秒 对独秒 大的这种压缩之相 还是还是好快了 好扭伤了 刚才是场上看能不能够睡 能不能坚持 这幅度太大了 这个 这会儿才能寻找到更有力的战机 好的 这首场秀 看来泰山打得这样就不过了 对 再跟一拳 我们看不行了 哈哈 观众朋友们 这个美国特种兵兵兴儿不行了 他被董建军踢舍了一条狗腿 那么赛心他狂言说要踢废我们 但是没有想到啊 自己先要报废了 三笔怪啊 嗯 你还意识到呢 自己在场上 但是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对 呃 现在如果是 充施这种 呃 优势的控制呢 那么对他来讲 也会下距离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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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再压缩 再来一只小刀槽 马上时间快到了 好 啊 啊 这腿受伤还是被击倒的 呃 现在啊 在这个 猛攻击下啊 必有所失也必有所得 好 观众朋友们 这场中美军局 赛前对方扬言是要踢舍我们的腿 啊 结果呢 偷鸡不成18米 赛前 牛皮吹的有多狠 那么现在的他就多狼狈啊 有多么的惨 而是有一点我们没有想到啊 董建军这么高的身材 他的腿法会这么凌厉 这么厉害啊 这绝对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好 接下来的章比赛呢 依旧是由董建军大战一个美国选手 而对手可比上一个要厉害太多了啊 因为他是美国的总统保镖 埃里克斯 好 我们看比赛开始了 红方选手 黑色裤衩 这个家伙就是美国的总统保镖啊 埃里克斯 而蓝方选手 红色裤衩 别是董建军 这场比赛也是在上一场 董建军获胜之后啊 美国官方赶紧安排了第二场 很想报仇 很想把这个面子找回来 而这个埃里克斯也吹牛 会说这个会像用脱鞋拍蟑螂一样啊 打倒董建军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他究竟啊有没有这个本领 很明显了 让比赛对方埃里克斯啊 身高依旧是不如董建军 没办法了 据说美国官方当时是找遍了 整个美国职业拳台 硬是没有找到一个啊 能和董建军相媲美的 这个身高的选手 没办法 必须是很难 不会吧 观众朋友们 比赛开始还不到意义 一个回合的时间 都不会这么快就要KO吧 我们看对方埃里克斯 并没有选择投降 还想打 但是董建军啊 给不认这个机会 我们就要看 接下来的比赛了 好漂亮 前后差了几十秒 台湾也是毫不犹豫 又送给地方一次读秒 好 没有错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三次 记得好 我的天哪 读者埃里克斯 美国的总统保镖 已经被击到三次了 但是我们看他 还是一点不服的样子 应该还能打 好 没有错 观众朋友们 本场比赛结束了 短短不到两个 不到两个回合的时间 董建军连续六次击倒了这个美国的总统保镖 艾里克斯 完成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这是董建军 金击美国全盘 获胜的第二场比赛 这也是董建军的成名之战 要知道这击败的可是总统级别的保镖 好 非常的轻松 然而接下来的这场对局 绝对称得上是世纪大战 中国军人董建军一路高科 直接杀入到了美国纽约 但是没有想到美国官方 却派出来了杀手锏 他是连全盟泰森 都不敢惹的美国野兽 抱着萨普 我们看 这个家伙 我感觉他长得甚至是不太像人类 好像个大猩猩一样 本场比赛就是 人员和泰山的一场比赛 让我们来看一下 两个人的精彩对局 我感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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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场比赛 我的天哪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这个野兽包包萨普 不行了不行了 看他呲牙咧嘴 应该是起不来了 好 本场比赛让我们恭喜董建军 这场比赛也是打得非常之快 把这个美国拳单的杀手锏 王牌拳手轻松拿下 这样比赛由于是一场 这个自由波及规则 所以说呢 我们应到了顶锡 所以说终结得很快 然而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 董建军更是凭借一双 无可匹敌的铁拳 行走了美国擂台 成为了第一个 在拳击擂台上 让美国人感到畏惧的 中国拳王 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那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 感谢